宣传大使许孝顺化身太空飞行领航员登台亮相 抢先预告今年颁奖典礼将会以壮阔飞行Fly High为主题 打造一场魔幻的感官饗宴 第34届传艺金曲奖入围名单揭晓 今年总共有871件报名 91组优秀创作者以及43件精彩作品入围 其中戏曲表演类报名件数爆量 更是比去年增加了30% 其实每年的戏曲奖 我们要在不同的剧种之间去 临选出今天入围跟最后得奖 就跟刚刚吴老师所说的一样 其实评审都是非常绞尽脑汁的 但是在所有的戏曲的表演里面 其实最终就是我们戏曲的薪水 就是唱念作表 就是从以前的演员剧场 一直进到现在一个总和的剧场 我们希望它在编剧的取向上 在剧本的思想上 然后在导演现在剧场的手法上 其实它都能够越来越精致 越来越符合我们当代人的想法 当然我们绝对是要保存传统的 那在今年的 其实历年来的 我们大概今年的入围的理念 因为以团书来讲 应该看起来是歌仔戏跟布仔戏是最多的 但是我们里面我们还有买管系 那我们有客家系 所以在全台的所有的剧种的竞争里面 希望每个剧种都能越来越蓬勃 然后越来越勇业参加 所以刚刚我有特别跟我们 那个副主任在那边聊天 他说哎呀阿孙啊 找你来 其实就让大家看到 如何用生活上面的这种讯息的传递 让更多人走进来 我们先用一个轻松的心情 那既然这是壮阔飞行 我觉得这次的导演创意的这些大师们 他们给了我们很好一个想象空间 让小朋友让年轻人 让更多的受众面 可以透过许教授的这个欢乐的这个角色 然后呢大家一起走进来 一起来关心 三十四届传逸金曲奖戏曲表演类特别奖得著 把荣耀会给陈美云 今年特别奖由已故歌仔戏艺师陈美云 以及已故排湾族鼓调教育家查马克法拉乌勒获得 另外以往音乐作品奖项归类为出版类 经上届评委演绎后调整为音乐类 今年首度更名后报名件数大约与去年持平 因为现在出版的模式 还有那个承载的这个载体呢 已经改变了 所以后来呢在去年 就是三十三届的评审呢 他们有提出来希望能把出版类呢 改成音乐类为规 给原来就是音乐为主的那个内容 来考量这个项目 所以才称为叫做音乐类 这个是今年的一个新的创举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当然或许大家并不会那么了解 因为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呢 比较争议最大的是音乐类的两个项目 一个是作曲奖 一个是编曲奖 因为这两个对一般的他们在报名的时候 真的是有点没有办法掌握住这个两个 两个项目的不一样 做曲奖呢所有的评审委员呢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他一定要新的创作 新的创作 那自己创作的技法如何 这留给评审自己才去做考量 但是编曲呢就不一样了 因为编曲里面呢在这次里面呢我们也发觉到 有好多的参赛参讲者呢他们呢把创作拿来当编曲 也就是说创作里面比如说他写一个管弦乐曲 管弦乐曲里面的编曲也好或者是新创也好 都已经涵盖在创作里面了 所以委员呢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所谓的编曲奖 一定是有一个继承的一个曲调 已经在那边了比如说台湾民谣 你已经把不同的族群的民谣 你拿在那边以后再重新再来做编创 这样才是一个编曲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入围的这五个项目里边呢 都有具有这样子的一个面向 第34届传译金曲奖颁奖典礼将于10月7号晚间7点 在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厅盛大举行 邀请观众朋友乘着艺术翅膀一同壮阔飞行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